詞曲 李宗盛 try 陳志祥 就是說 扁他承認做錯事情 他有講那個是因為他政治現金沒有生大 那另外就是說那個大陪審團在英美他們都有這個制度 主要歐美國家這種大陪審團就是來審查這個檢察官的起訴 我還可以跟你講今天時間不夠 在羅馬的西塞歐時代他要去起訴這個西西林島的總督貪污 他得到市民會議羅馬的市民會議的同意來授權他起訴 所以要起訴一個人從羅馬西到羅馬時代是要人民授權 只是台灣人的司法系統完全沒有人民來司法權還是人民的這種觀念 另外就是說這個怎麼才能把阿平放出去或把外修律 我講一個例子我當初代理東興大樓告國賠的時候 馬英九在當市長 他就打死都不賠你 他本來說你告贏了就賠你 但是一省我告贏他也不賠啊 他就繼續用國家的錢跟你跟蔡民打官司 他就上訴 二省的威打贏他還是不賠你 他又上訴三省 那後面他改變主義賠了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要選黨主席第一次 結果蔡民就到他的家裡經典那個家 把他包圍起來嘛 那時候那個SNG每天在報 追著報說蔡民包圍他家 所以你可以看出馬英九這種個性的 你沒有給他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尤其是他的切身壓力 你去什麼試完抗議都沒有用 他不是主角 他們都是聽馬英九的話 這樣大家有沒有聽到 有 如果這個方式有效 他就會放 他壓力夠大 而且是要針對對的人 你去什麼法務部啊 去試完都沒有用 那都利用的人嘛 你包圍利用的人沒效 所以公信道德有例子就是說 你只要包圍對的人 在他關鍵的時候 他打死都不放後來都放 他打死都不賠後來就賠了 再來就是說 這個下個禮拜一卸任總統理育條例 就會省 那這個是 既然馬英九目前為止他是不會放的 很確定的 講很清楚的 他就直接做指示了 為什麼 這個本來是法務部要講的話 他跳出來講的 就直接指示 你們都不要給我 行政機關都不要給我 都給我閉嘴 就是不要放 說他很清楚 都聽不懂 還要懷疑嗎 他就不用懷疑了 他就是不會放 但是現在有個機會 我剛剛講的那一招 再來就是說 要用立法權的系統 在卸任總統理育條例 下個禮拜一在審的時候 如果我們共鳴夠多的 立法委去護航 有可能透過 卸任總統理育條例 改良的地方 一個是生活照顧 跟醫療照顧 把它加回去 另外一個就是說 即使卸任總統 他有執行案子 也要依照 寫信仰講 依照國際標準 給一定理育 這個時候 關押的政務 你會先解決掉 所以下個禮拜 如果你沒有認識立法委員 去幫忙 請到 司法委員會去幫忙發言 謝謝 主席各位先進 首先對郭醫師表示敬佩 最近很多醫學上的專業 他提供了很多 讓我們可以審視 檢驗法務部對於 作詢人及陳總統的 健康醫療人權 也會善盡照顧的責任 我想 政治包括最高當權 馬總統 他的權益都是來自 我們國民主權的授權 不能凌駕憲法 也不能凌駕法律 憲法所維護的 我想陳總統這一部分的人格尊點 以及他的生命健康權 這些都是憲法所保障的 也是國際公約 國際規範所明確維護的 就像顧教授所提的 我們已經簽訂了兩公約 兩公約施行法也明定說 國際公約本來就已經成為我國國內法的一部分 不管是從憲法 從國際規範 以及我國監獄行刑法的規定 究竟陳總統現在有沒有符合 監獄行刑法的規範 法務部必須出來說明 究竟他的監獄 能不能提供陳總統 適當的醫治跟治療 我想國內外的醫療專家 都已經發表過看法 目前的監獄環境 無法讓扁總統的健康生命權 做到完善的維護 這部我們希望法務部要提出 專業的證據跟報告 來對社會大眾說明 當然陳主馬總統所講的 這個是法律問題 是醫療問題 當然不是政治問題 當然你說從其他 究竟是不是政治問題 這個既然牽涉到國家的國格 以及國家民主的顏面 我想這個是也是又牽涉到政治真次 那就像我剛才強調的 馬總統身為那個最高憲法的守護者 那我想他應該糾正法務部的 這個權力的傲慢 請法務部要確實遵守那個 監獄刑刑法第58條的規範 那這一部分行政法院的見解 也指示的很明確 監獄受刑人他的這個保釋 你那個法務部監督機關 以及監獄他不可以捨棄監獄行刑法 第58條的法定的程序跟條件 他的條件規定的非常明確 簡單當然雖然有點概括 但是我們希望保護出來說明 究竟現在在監獄的醫療 他們的醫療帳戶 能不能適當的醫治陳總統 讓他恢復健康 那我想這部法務部 不可以預約法律規定 另外做他個人自益善斷的一些 那個材料處分 那我想 當然我們也是回應剛才 也有幾位先進所講的 我想監督政府的 監督人權 監督法治 這是功德 我最後很誠懇的這個 呼籲各位 我願意跟各位一起 繼續來那個關注那個 陳總統民及台灣受刑人的 人權 人格罪言 那我法官的時候 可能不適宜去參與什麼政治活動 那我想這個理念的表達 以及人權的關注 另外是全民的責任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各位 今天這個院的責任 我現在都五年多了 很感謝 今天去齊時四名 四名 也不是四名 到現在總共討論 時間也很久了 大家我想說很關心 阿扁的問題 我想要說一下 其實 馬英雄做總統之後 就起訴這個阿扁 晚上起訴阿扁 其實他也想起訴這個 李政委總統 所以李政委總統 他能做這個法庭 他現在大概八六五年 所以他站在國民黨 儘管不站在馬英雄的地方 他當時搭建台灣人出身的總統 連這個法庭 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李政委 他也在跳過 所以馬英雄在那邊說 說他價錢主持人說 所以今以後就傳給他 不是傳給李政委 正這個國民黨裡面的民主權 不然他要搭建這個阿扁 因為他覺得 一個民進黨來做進入的時 是違反中國國民黨來通勤台灣 這個法庭 我想他們的想法是沒有 所以他對這個本土的 這個李政委好 還不然他都說阿扁好 這個搭建 我想是一個一管的進行 因為是台灣人站在那裡 他會讓國民黨 英雄給我們去台灣之前 另外一個有嗎 我覺得是兩千通八年 一同時中共選舉失敗了的時候 像一同時台灣人民的氣氛很壞 民進黨說不可能 可以進行 很多支持民黨 覺得很失望 就是因為阿扁人家 所以讓這兩千通八年 雙無條 雙無條 所以民黨 把這個阿扁人家 有民眾 把阿扁人家說不阿扁人家 是可能的選贏 所以把你整個都推到阿扁人家 所以兩千通八年 那就是氣氛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肥肚一斷 那時間的時候 人家覺得說沒有氣氛了 我們肥肚政團不會站起來 經過幾年後 是經過政治的局勢改變 就是說 馬英雄起來 是台灣來做總統的 這件事不好 阿扁人家很無關 很失望 那時候他開始回想說 阿扁人家之前八年 可能應該是 可能應該是兵 馬英雄就選得好 回到過程 來開始來發亮阿扁人家 這件的病 那時候 我們要開始說 阿扁人家說 所做的 不是 整個媒動沒有通牌的 這個媒體所動的 所以 現在的民意 慢慢改變了 如果我們回到過程的時候 我想 別人家做了很多政經 前會都要和阿扁人切割 想好切割 不然民營黨也會協議了 但是到現在來看的是 民營黨的 蘇晉雄出席 他說 這個保外就醫 這是民營黨一直在看完 當然 他也沒有說 很強烈的 阿扁人家去教授 但是一年都在保外就醫了 我們比到過程來看 其實是很高的一個政策 那來看 實在是政策 所以阿扁人家這個紅 全方政策 意思是說 這個改變的政策 因為馬英雄這個 國民黨現在 越來越衰 衰肥的 另外 看的是 就是民營黨在那邊 是這個政策 所以阿扁人家是在處理 是在從頭前到現在 都在政策 那這個政策的案件 當然我們不能說 有失法本身來改變 有失法改變 不可能改變這個阿扁人家就對了 所以當然 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政策 都很強烈時 可能不要叫幫忙 不然我們政策 都很強烈時 可以 兩千五十六年 可以拿回政策時 我就想說這不敢了 所以我剛才說 這是全民政策 政策 政策在裡面 所以這不是純粹 發出的問題 不是純粹發出的問題 但是馬英雄很愛說 說這發出的問題 一般民營黨的人員 不然一般的老闆人說 司法独立 所以我們應該讓司法 來相信司法 但是問題是 如果這個司法 不公平政策 我們相信司法 才會讓政策 進步來進行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會今天 來辦這個電託 的目標就是 應該對法庭裡面了解 我們就不會 提供司法 是否公平不公平 用這個政策 沒有辦法 利用司法 來控制台灣 利用司法 來搭建 這個保守黨的生活 來司法 來搭建 這個 這是阿扁 這個 所以我們要知道 誰對法庭來換的 實在是不公平 那是我們應該要 司法改革 我們的政策 沒有說 希望 這法庭的人 聽出來 所以今天有八的人 不然現在在座 有這麼多人 來這裡說 那是覺得不簡單的事情 雖然大家都 很多聽眾說 法庭應該站起來 法庭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包他 十萬元 放在那邊 但實力上 實在有困難的地方 如果照在幾個 就相當困難 因為現在 大家裡面 法庭的教授 大家想說 醫藥如何好好做 我們大家做 可以做國法官 那是 他覺得說 這座現在 動靜價錢 幾是不利的 不然是 他學生教授 學生都可能做不到 不然是困難出來 這醫藥學生做法官 做武士也好 做江湯也好 可能不好 所以種種的 報仇是 學生教法官 很多人可以聽出來 所以今天 實在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很高 很高興 很感謝 可以讓大家聽出來 這麼想問 因為 法庭的問題 如果法庭 沒有聽出來 我們不知道 到底法庭 說不清楚 我們在外面 看來看去的 是 台國人是 因為 我們自己是阿扁 不然 感情商 有自己的阿扁 不可以 因為 阿扁是台灣人 阿扁是本土社團 本土的建築 阿扁是本土的人物 所以我們要支持 但是 如果我們知道法庭 等到 面對法庭 我們可能 不可以 就能夠 動作做5聲 說mineq 譬如 現在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法有問題的所在 這應該是 法庭的人 聽出來的聲響 譬如說 法庭的事 我們在說台灣的事 當中華民國的事 聽出來的說 想 政動性 想了解 修改道理 法庭的人聽出來 我想是 台灣的 讓我們政府 沒有要稍微改革 是聲響的一步 所以今天 雖然台灣 都說 順番 市營養 它基盤這個建築的 但是不是 大家有時候 5年就開始去辦 對事外的問題 對事外不斷不斷不斷來時 5年3月4月才去辦 反正正 雖然不是說沒有辦 但是 這辦的過程中 就感覺說 實在是困難 很多 所以我感覺說 我們應該要 讓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我們應該鼓勵 這個特法庭的人 一個人聽出來 有一個人聽出來 台灣法庭的人改變了 不然外法人怎麼說 都是隔靴騷養 不敢說的問題 學生在 當然我們才知道 台灣民國體制不好 台灣民國政府應該會做 當然啦 但是 要做疫情的時候 法國不改變的時候 怎麼會讓這個政府做呢 這兩條 應該都要做 一方面正在就知道 一方面對法國改變 改變 慢慢做的時候 但是台灣它的進步啦 所以台灣國小會 反這邊的 免得好的表明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當然 台灣國小會 疫情煩惱 因為很多社會問題 很多經濟 人權的問題 台中華府 尊重這些 這些專業者 去看辦法 希望 台灣國小會 是這種 的 講法 是 我們的官僚 可以改變 教育文化不改變 台灣文化 台灣教育 沒有主題性 建立的時候 我想 有相當困難 說台灣 可以進行 沒有變成 文明的社會 台中華在10月20日 尊重我們 管一個建築的 對 當代 當年的問題 來探討 如何建立 台灣的社會性 希望 在10月20日 台中華來參加 當然要是 我們來法統帝出 意思是 台中華 所需求的 在社會問題 怎麼來看這個問題 如果有一個 例如一個 說法傳 來改變的社會 另外 想法的社會 最重要 這是台灣 主管在面 這是台灣 我們台灣人 台灣是台灣人 台灣 沒有台灣 我們應該 長家做事 才會有最重要 所以10月20日 他在辦 休閒 如果台灣人 長家做事 我們對教育文化 依賴如何就不是 我們對東京的問題 他們怎麼看 雖然 突然大人說 要做辦啦 班下去 國民黨 我等一等 不等 賣 賣 2010年 國民黨選舉 還會贏 所以 那時候 變成 中間沒有效 但是 沒有做的時候 就沒有希望 因為 社會如何改變 我相信 國民黨也先做 就是 因為我長期以來 我們社會不會改變 都 受的國民黨應用後 受的國民黨應用後 他想了 所以 我們都沒有改變 我們的官僚 一改變的時候 我相信 我都沒有做 我希望有這個 雖然來臨 所以 台大委的官司 來 聯同會 感謝董營 他知道到現在 我們就來教育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因為我們預先報名的關係 讓我們大家的貝師傅 這邊作業更方便 我們做得很久 我們現在的YS雪塘基 總共有六台 老師 每次來給我們挑一張 謝謝 來 把我們名字跟小豬 幫忙唱一下名字 唱兩次名字 如果沒有在現場的話 我們還要訂購 每次都送出去為止 然後 大家的委員 剛才協助一下 還有 我們會有二十五百書 送給二十五百書 價值從一百多塊到七百塊的書 要送 所以你們大家可以購買得很久 可以購買嗎 三十四號陳美金 吃掉 比呈 交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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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